你们俩都是担心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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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日本烧鸟 叫我们贵州 这就叫烤鸡 贵阳酌城厂 里面藏着一家烧烤 拜拜 拜拜 跟妈妈回家 不回家 日式烧鸟师傅 把一只分拆开 能卖几百块 我们看贵阳 这些鸡的部件 吃起来多少钱 这就是酌城厂的老字号烧烤 一个50多岁的娘娘 娘娘是这样的 把你们家所有鸡的各个部位 我们都尝一遍 鸡屁股有吗 鸡屁股有啊 还有好够 哦呦呦呦 快来看看 所有的鸡的东西都有 鸡爪 鸡翘 鸡翘就是鸡屁股 鸡翅 鸡腿 鸡胸 鸡爪 鸡屁股 鸡肝 鸡针 还有鸡肠 把娘娘家里面的鸡 鸡全部清掉 鸡皮 哦 这靠鸡关你看 来来 动手吧 谢谢 你这个鸡屁股里面 有没有把那个枪拿掉 这里嘛 这里就是那个地方 拿掉了吗 拿掉肯定是拿掉 你看一下嘛 鸡脚筋 这是阿姨我们讲 他自己做的就是自己做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 这个是成品 这是冻的 冻的 冻的也是 是不是你自己家做的 不是不是 是外面的 贵阳折成厂有名吗 以前是国营单位 是国营单位 因为我们就是烧口嘛 全部东西哈 基本上80%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食材新鲜 味道说不上 说不上 对 没事没事 吃的时候包含一下 没没没 就怕老板吃牛逼 我们家这个祖传三代的 这个我们看的太多了 不敢这样说 不敢这样说 不敢不敢 底下垫着炭 上面垫着纸 竟然不会烧起来 日式烧鸟店 这一套鸡不得收哪个三四百 一个尝一尝 这个是鸡屁股 鸡屁股是最安全 很香 但是它里面那个腔没去掉 再烤焦一点 到嘴里面要变成酥脆的感觉 它里面鸡屁股里油还在 中间这个腔股没去掉 嗯 不仅仅好吃 这是中式氛围鸡翅 咸淡适可 水分十足 好吃好吃 这是鸡肠的 这是鸡罐 我们俩人不吃鸡手的餐 对这种鸡屁股老年人吃 所以我对鸡罐呢 比鸡屁股还觉得心里有障碍 哇 来了来了 他们讲说鸡的顶啊什么头啊都是发物 在贵阳随便吃 根本就不会胖 走过两公里 要过七八个地下通道 那个地下通道都在贵阳截了截了 这个撒完干甜之后 就刚上吃上烤鸡皮今天太遗憾了 什么都缺了 这个少个鸡薄 吃过鸡薄的人给我们形容一下到底什么味儿 啊 开船开船 本身就很好吃啊 然后撒了这个干甜之后也更好吃 另外这个是葱跟椒尔根混合的 哇 撒了葱更好吃 这个葱味加这个绝了 撒了起来小东子啊 刚刚一个人没有 这块做完了 我有这种体质 这什么命运不顺的美女啊 还有什么前途渺茫的美女啊 都跟我接触 能够提升运势 拍到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趁传情侣啊 啊 同事啊 那没事 没事 拍到人家给人家带来麻烦 那你们俩都是担心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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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拍过好多 然后拍完之后 给投诉 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拍到哪里不适合在一起的镜头 你们关注我一下吧 你们叫什么赛斯店还是什么 贵广 两位贵州贵广的汽车销售的朋友 买丰田到贵州贵广 贵阳贵广 贵阳贵广贵州贵广 啊 快吃结束了 发现干没吃到 心没吃到 真没吃到 全部补上 全了 就差个鸡脖 能体验到它的味道 能体验到它食材的新鲜 你说它有多经验 没有 但是你要按照我这么吃 绝对出出新鸡品跟仪式感触 娘娘多少钱 吃好吗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187 187 含酒跟饮料187 谢谢